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死伤惨重 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下 首相杜斯里安华已经在昨天晚上11点10分 搭乘专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土耳其 进行一天的访问 除了巡视灾情 也向地震灾民给予精神上的慰问 首相安华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 今天早上7点半 抵达加济安泰普巡视灾区 接着会见我国的特别灾难援助和救援队 然后就会前往安卡拉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部 在结束为期一天的访问之后 首相预计将会在大马时间 星期四早上7点回到国门 然后就会直接前往出席国会下议院会议 并见见国家援手 这一次陪伴首相出访土耳其的 还有外交部长纳都斯里战比里 和首相署沙巴沙拉越事务 及特别任务部长纳都阿米战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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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